银川人独爱贪羊 爱得简单直率 忍四季轮回 口味不改 在银川人手里 贪羊的每一个部分 都能获得不同的滋味 前腿肉 质地韧弹 用力撕开彰显豪迈粗广 羊腩肉 筋 肉 油花 三花齐放 放入口中肉香四溢 银川人懂得西物 将贪羊的每一个部位 都善加利用 甚至便废为宝 在银川的街头 有一种取自贪羊的美食 让贪羊的深度爱好者 大呼过瘾 这是一种通过羊内脏 制作而成的美味 银川人热衷于清晨 食用它来获取能量 这种被称作羊杂碎的食物 在贪羊的世界里 特立独行 自成一味 就是必须吃的时候 得配上那个饼子 然后站着吃 你就得这样嘛 要不掰成小块 站着吃嘛 这样吃味道才配 钢子起了没 老师 回来把钢子起了出来 大清早 这个不停使唤儿子的 便是专作羊杂碎 35年的马忠成 熟客都会亲切地 称他马胖子 马忠成的羊杂碎店 多次搬家 从银川城东搬到城西 而老时刻 总是能循着羊杂碎的香味 穿越大半的城市 来到他的店里 小儿子马俊阳 刚刚二十出头 正值贪玩 却总是大清早 被父亲拉着制作羊杂碎 过去经营这家店 马忠成需亲力亲为 现在由小儿子忙前忙后 自己也落个清闲 帮儿子擦汗 是为了避免汗字 影响到羊杂碎的干净 老时刻们 总能将这些细节 铭记于心 穿着打扮 我把他自己开的车 那车都是特别的干净 这么多年都是这么大 白车就是白车 特别干净 以后傻吧 老家香菜都吃吧 好 知道了 我爸这个人就爱干净 但平时就叫活 都让我来干 我看地上有个纸呀 桌子一层 有个碗茶的 想要过来 杨杨杨 它们擦好了没 赶快下来 知道了 这是 在银川,羊杂碎店有上千家,但食客们的评判标准出奇的一致。 排在第一位的,除了味道,还有干净。 有时候就怕他们洗不干净,然后像这种呢,摆在人面前的人就可以放心地吃。 现在马俊阳总算能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店内一声声地吆喝,包含了父亲对儿子的期待与教诲。 到了下午,父子俩会一同前往加工厂。 大火了羊头,这是马中成的绝活,在火焰中保持高速移动,净化羊肉的表皮。 其中的难度在于羊头不能烤焦,控制好羊头与火焰接触的时间,需要常年累月的经验。 带到羊头洗净,冒着热气,顺势将骨肉分离。 这个要不能撕得太蓝了。 淋巴,去掉。 淋巴不能食用,一公斤的羊头肉,淋巴等边角料占十分之一。 在马中成看来,只有去掉重量,才能保证质量。 清理羊杂碎,最麻烦的是洗羊肚。 薄薄的羊肚内壁,需要温柔对待。 滑坡的羊肚不易蒸煮,味道也会大大折扣。 反复捏柔,清洗堵中的杂质。 整个过程,马中成反复清洗半小时。 哎呀,我都洗了七八遍了。 你看,我完了以后,我还没有达到我的要求。 我还要再洗几遍,才能过关呢。 洗好的毛肚,要从内向外翻开。 马俊阳则会帮助父亲,刮掉毛肚内部黑色的表皮。 这是银川加工羊肚,必须遵循的步骤。 银川人认为,黑色的毛肚既不美观,也不干净。 所以耐心的处理,尤为重要。 加工完的毛肚,血白透亮。 煮熟后,放切成条状。 食材加工完毕,口味要靠配料。 让马中成引以为傲的,是自己特制的辣椒油。 拿出昨夜炼制好的羊油,中火慢熬。 这个时候,一个关键的步骤来了。 让辣椒粉的表面充分与水接触。 为了使加热后的辣椒,不会因过热而变焦。 投入十二种香料,驯服羊油中独特的气味。 我们这一大辣椒呀,整个这条街都香烹烹的。 好多客人就红着这个香味,就跑来看来了。 哎呦,这马上在炸辣椒里面。 清晨,来上一碗纯净,热气腾腾的羊杂碎。 让人血液循环加快。 伴随着马中成叫唤儿子的大嗓门, 让人们很快便能从残睡未醒的状态中兴奋起来。 一碗浓乡的羊杂碎,不仅是街坊邻里关于口味的记忆, 也是老马家执着专一的口碑。 滩羊的滋味就像一段胶片, 承载着银川的城市记忆, 而味蕾就是打开这段记忆的钥匙。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一代又一代手艺人心口相传, 延续着食物的色彩, 记录下味道的情怀。 在滩羊的故事中, 末路相逢,温暖彼此。